暗黑破坏神4今天正式发售了 购买标准版的玩家可以开始了 我从新手小白角度和大家普及一下 随便分享个12条 第一 价格 我用PS5在港府商城预报的数字版 是标准版 花了499人民币 这游戏是全平台的 PC、XXX、XSS、XBOX的WAN PS5、PS4都可以玩 这游戏需要全程联网 但是没有国服 PS5需要先关联国际服的战网账号 我之前在《守望先锋2》的时候绑定过 这次可以直接玩 国内网络不能裸联 如果不用加速器 根本无法登录游戏 不过这样也好 不会有破解版 想玩只能买正版 PS5版的游戏占用76.48G 游戏里面有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字幕 有大陆普通话配音 也有中国台湾的国语配音 简体中文可能存在和谐问题 为了避免可以用繁体界面和国语配音 这游戏应该不需要强制PS会员 本地可以隐藏到两个人游玩 但如果两个人需要两个战网账号 这游戏算是一个需要全程联网的本地单机游戏 如果想和队友一起联机作战 那是必须要PS会员的 最多支持四人在线游玩 第五套 暗黑四游戏的总经理 今年三月表示 暗黑四不会进入XTT 第六点 暗黑四属于暗黑风格的游戏 也属于刷子类型的游戏 是这种特别干的游戏 喜欢暗黑二和暗黑三的玩家 应该都喜欢暗黑四 虽然四代在画面音效演出等方面提升很大 而且是那种偏写实的风格 但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改变 我发现越是知名的大作 出续作越特别小心 比如战神武还有王国之类都有点这个意思 暗黑四对小白新手用户很友好 入门很简单 上手很容易 几乎不需要看剧情 因为它的任务指示系统 清晰明了 武器装备很容易得到 技能点生一级就改一个 然后去技能术解锁一个新招式 技能术上的技能点还可以重置 这点太人性化了 第八 在选项界面可以改键位 我把方块键设置成了普通攻击 三角键是重攻击 我用的是野蛮人 普通攻击可以积攒弄器 重攻击需要弄器 圆圈是翻滚多闪 L1是夹写 R1 R2还有L2 设置成特殊技能 这个特殊技能有点像英雄联盟那种 隔几秒就能释放一次 另外这个游戏的字体我设置成了最大 对话字幕设置成8号 它最大是10号 因为这个文字大了 对眼睛微还小 更省眼 第十 游戏新增了商店 在里面可以买皮肤 一套2400个币 1000个币需要78个港币 我们已经花了500块钱买游戏了 没想到还要内购 不过这皮肤只是外观 对游戏平衡性无影响 第十一 用手柄玩暗黑4没问题 适配的很好 因为之前的暗黑3也有主机版 这种游戏早就适配说明了 各位不用担心 最后第十二 正式版的暗黑4 进入游戏排队时间很短 也很稳定 切换地图场景很流畅 这和加速器有关 我用的是迅游加速盒旗舰版 里面有暗黑4的专用通道 现在购买迅游加速盒旗舰版 618直舰50 在迅游主机加速APP中 输入口令 小白的宝箱 可以兑换5天VIP免费时长 暗黑2是2000年发布的游戏 暗黑3是2012年的游戏 10年出一座 一座玩10年 这么来看 499的价格还算贵吗